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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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闲闲的眼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有奇幻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数不尽 古装时常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放到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向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灯姑 再见了 各位 让我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你叫冬姑是不是 跟我来吧 我来皇宫做宫女 最初就不习惯了 我们皇上很好人 很亲切 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了 等你存钱回家的时候 你还不舍得走 不舍得走 我现在就想走了 我很想念娘 我好想念娘 冬姑 有新姑娘入供 麻烦你帮我指导他们 是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首先我现在要进行一行 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任务 又要开始了 今天又会这么早起了身 不会的 她总是贴了一对假眼 其实还在睡觉 我没有贴到假眼 冬姑 我是不是好像猫猫呢 太好了 我终于破了最快叫醒格格力的记录了 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又真的破了纪录了 不过好像… 格格力一个无法 你以为练到可以化开梦 就骗到我了吗 我只是出去拿些工具回来 幸好我还有准备 起床啦 又多准备啊 是的 皇上 这个钟是在西洋制造很准备的 就不是说 都姑每天都很准备 叫思思起床 五分钟 每天都说五分钟 格格你知不知道每天五分钟 加起来可以做很多东西的了 格格你信不信我以后都不再叫你起床了 冬姑 我知道你不会的 会 比起昨天又快了 既然起床了就行了 吃早餐了 今天吃白粥油炸鬼 每天都是白粥油炸鬼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选啊 有 就是选吃或者不吃 这是你 呀 王宮裡面真是一片長和 王坤 你管理得多好啊 這些都是皇上領導有方而已 那你早點叫我起來就行了 我也不是沒試過 早點叫你又是要好多好多個五分鐘 那你以後再早點叫我起來就行了 到最後又是賴床不肯起來 早點叫又是一樣 那不如你晚上不好睡 那我就不用叫你起來那麼辛苦了 也好啊 不過你一到晚上又會常常催我 格格你早點睡吧 明早還要睡後的 格格你信不信我 以後真的不再叫你起來了 你不會的 你不會的 格格你別走那麼快 我還沒說完 不知道他們倆這次又鬥多久了 上次最久都是半天 你呢 好啊 皇上 未受苦處理的了 你可以回鄉下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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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鐘 今天讓我多睡三分鐘就夠了 好吧 格格 那三分鐘之後我再進來叫你了 啊 啊 啊 如果五分鐘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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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五分鐘之後再來叫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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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啊 啊 我今天拿了很多東西給你吃 快過來看看 看看喜歡吃哪些 都是八粥油炸鬼 可以了 嘉嘉 校服我已經幫你燙好了 為什麼你就有這麼多時間 我就睡不夠了 因為我時間不多了 今天我跟大家說說西洋很流行的心理學 教心理學 西洋現在有一種很專門的科目 叫做行為學 從一個人的日常行為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性格 博士 詩詩小姐 你很少會舉手問問題 請你說 博士 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突然之間改變 那是代表什麼 如果是這樣 就要看它是向好的方面改變 還是向壞方面改變 這一層它平時很喜歡逼人做事 但突然有什麼都遷就別人 是向好的方面改變 未必關於行為學的事 可能這個人醒覺平時不對 想改好呢 不是 它是在一天之間完全改變 這樣 可能是它突然遇到很重大的事情 又或者受到某種重大的打擊 就是這樣 會不會是突然良心發現 又或者患了什麼絕症 難道冬姑她 因為我時間不多了 詩詩 詩詩突然這麼急要去哪裡 難道是有關冬姑 詩詩小姐走得這麼快 想去哪裡 肚心去了找大夫 那為什麼不找我 我畢竟是你們的保健醫生 因為我時間不多了 冬姑 我經常欺負你 對不起 你不要有事 好可怕 你說燉冬姑 我看見王大人給了個大信封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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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被皇上看到 然後王大人認為是冬姑她犯錯 所以就… 幸好 令我還以為冬姑有絕症 不過… 要替冬姑 冬姑 不就是要冬姑離開 那我以後再見不到冬姑她 嗯… 冬姑要離開我 我… 不行啊 我要找王大人 嗯… 王大人這次有麻煩了 難得今天這麼清閑 真的很舒服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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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都會逐塵的 硬是認知 今天好像會有些不祥御兆的 王大人 在宮裡只有絲絲格格 才會給你不祥御兆的 嘿嘿 不會又是她吧 王大人 啊… 啊… 蛤… 你要走了 是不是王大人要你走啊 不如我叫我爹地和皇上說 讓你們留在這裡啊 你們誤會了 事實上不是王大人趕我走 只不過 是因為我在皇宮的工作期滿 我是時候可以回家而已 蛤… 工作期滿 工作期滿 恭喜你呀冬姑 我也很想念家 不過呢 我要正式成為武藏員 才會走的 你走了 那詩詩怎麼辦 是啊 詩詩知道這件事沒有 沒有 最近嘉嘉對我有很大意見 可能她也想我走 董哥 詩詩她以為你患了絕症 你見不到而已 她不知道多緊張你 話說回來 詩詩呢 她過來才怪我們 但是為什麼不見她 又是呀 詩詩去找黃大人 詩詩一定是以為 黃大人要炒你的魷魚 所以想找她的負氣 以詩詩的性格 她很可能 恐嚇朝廷命官 應該會判好大罪 刀姑 怎麼會走得這麼快呢 肥郡主 你怎麼知道 詩詩去找黃大人 我剛才聽到黃大人發出慘叫聲 就知道了 嘉嘉… 你… 嘉嘉… 不要 冬姑 你說什麼不要 我撿一杯茶給黃大人喝 怎麼突然人齊 詩詩這次不是質問黃大人 反而是低聲下氣地去求她 我猜詩詩一定是很捨不得冬姑 我離開家之前 都很捨不得我娘 我記得小時候 我爸爸要去外國做史詩 一去就要去大半年 我也很捨不得她 詩詩和冬姑相處了這麼久 突然間就要分開 我想詩詩一定會覺得很難過 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見到冬姑呢 詩詩 我知道你平時 沒當冬姑是宮女下人 而是當她是朋友 現在冬姑要走 你一定會很傷心 你哭出來吧 哭出來會舒服一點 你們太看小格格了 對不起, 詩詩格格 冬姑要回鄉下的家了 冬姑再服侍不了格格你了 冬姑 真是恭喜你 你很快就可以和家人團聚了 應該開心點才是吧 哥哥 我和你開一款送會 冬姑, 這個送給你 是呀, 記得多做些運動 真的, 很感謝你 冬姑 我把我最喜歡的鮑魚送給你 謝謝肥郡主 這個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 謝謝肥郡主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的鮑魚的鮑魚 冬姑 我… 我把這個箱送給你 怎麼搞的 送箱 哪有人送禮物送箱給人的 很不吉利的 對不起, 因為這個箱子很名貴 所以我才打算送給你 那我送過第二份禮物 不用了, 我也不介意 這個箱子我很喜歡 以後我就可以用它來叫醒自己 又又小姐 又又小姐 這些不是就是你最喜歡的箱子 你送了很久了 你要把它送給我 是呀, 很小事 我可以再送過 真的很感謝你 其實我沒有送開箱子 是呀, 那個寬送會 又說是私事開的 怎麼還沒見到他 我在這裡 冬姑 你猜我送什麼給你 你平時這麼喜歡玩 你一定會送玩具給冬姑 不是呀, 再猜吧 你不會是 想把小咪送給冬姑吧 不是…再猜吧 難道我是紅紀黃谷雪耳根 嘉嘉, 你是不是會送一份 你和我也覺得值得回憶的禮物給我 沒錯 我送個枕頭給你 不要不見 謝謝, 嘉嘉 嘉嘉 這頂冬姑帽是我親手織的 我想把它送給你 送給我的 冬姑 答應我吧 大家都不要哭 師師, 為什麼你會送枕頭給冬姑 嘉嘉 我求求你起床 很緊張 五分鐘又五分鐘 你還好多個五分鐘 不用了, 現在我天生學食症 比我更難 嘉嘉 其實起床吃午飯已經很晚了 快點起床 嚇死你嗎 好… 我可能遠足 我的手 很好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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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姑, 你先回家 我很快就能回家了 冬姑, 記得答應過我不能哭的 祝你一路順風 記得寫信給我 知道了, 嘉嘉, 我不在 記得每天早點起床 我知道了, 每天五分鐘 加起來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記得了 嘉嘉, 再見了 別再叫我嘉嘉了, 叫我詩詩 是, 詩詩, 再見了 詩詩真是堅強 冬姑, 我們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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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好癢 行 行得了 冬姑… 冬姑… 冬姑, 我走了 在我臨死之前 我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究竟有什麼心事 嘉嘉, 你別再吃茄汁了, 好不好 弄得四處都是, 又要玩了 我說這條橋很夠 我答應過冬姑 說大家都不可以哭的 詩詩, 我們約了今天去野餐 你記不記得嗎 我猜詩詩應該還沒有心情去 誰說的 等我 我 悠悠, 冬姑, 你們看看 詩詩 嘉嘉 詩詩, 過來吃東西吧 真棒 我帶了大包和鹹肉 我有三文字 我有蕃薯 讓我全部都吃光了 五分鐘, 再睡五分鐘 可以 五分鐘後 你就可以不用起來了 你, 你是誰 我叫做麻辣 在皇宮做摩摩已經幾十年了 接下來的時間 就等我來服侍你了 詩詩嘉嘉 我看我 每個星星掛在天上亮晶晶 我也好想用雙翅膀去飛行 想到哪裡都可以去沒問題 無憂無慮 天清了不怕下雨 习惯淘气快乐无敌 明天穿着新衣 彩彩蜜语做到难题 世界充满好奇 猴猴太阳远远月亮青草地 世界很大好多美丽的惊喜 每天都有新的成长真丢去 开开心心没什么烦恼时期 习惯淘气快乐无敌 明天穿着新衣 彩彩蜜语做到难题 世界充满好奇 我是来照顾你 不是来服侍你 以后我只会帮你 准备水盆和毛巾 想要水就自己打了 还不急去打水洗臉 打水? 怎么打?